每日神话 现在你们对神的实质的感性认识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体验 去证实 去感受 去经历 到有一天 你们会从内心认识到 神的圣洁就是神的实质 是无瑕疵的 神的爱是无私的 就是神赐给人这一切都是无私的 神的圣洁是无可挑剔 无可指责的 神的这些实质 不是神用来炫耀 他自己身份的一些话语 而是神用他的实质 在默默无闻地 诚心地对待每一个人 就是说 神的实质不是空洞的 不是理论 不是学说 更不是一种知识 不是对人的一种教育 而是神自己所做事情的真实流露 也是神自己流露出来的 所有所事的一个实质 这个实质应该让人认识 也应该让人去了解 因为神所做的每一样事 所说的每一句话 对每一个人来说 太有价值了 太有意义了 当你了解了神的圣洁的时候 你就真正能相信神了 当你了解了神的圣洁的时候 你就真正能够体会到 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了 你不会再想象着 你还有别的道路可选择 而且你也不愿意 再去背叛神所给你安排的一切 因为神的实质是圣洁的 那就是只有神能让你走上 人生的光明正道 只有神能让你明白 人活着的意义 只有神能让你活出真正的人性 能让你具备真理 明白真理 也只有神能让你 从真理得着生命 也只有神自己能做到 让人远离恶 远离撒旦的残害与控制 除了神以外 没有任何人或者是东西 能够拯救你脱离苦海 不再受苦 这是神的实质决定的 也只有神自己 所以没有任何的人或物 能够有这个能力去拯救你 去带领你 这就是神的实质 对于人的重要性 我说的这些话 也可能对你们来说 仅仅是在道理上感觉到 有一点帮助 但是如果你追求真理 如果你喜爱真理 在你以后的经历当中 这些话对你来说 不仅会改变你的命运 更能把你带上人生的正道 请不吝点赞